官司缠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自己创建的社交平台宣布 他将在这个星期四 前往乔治亚洲首府亚特兰大自首 就13项刑事罪名接受处理 在特朗普宣布自首前 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他的保血金被订在20万美元 大约93万令吉 根据法庭文件 按照富尔顿郡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和法官 签署的保释金协议 除了巨额保释金 特朗普还被禁止恐吓案件的被告 证人或受害者 以及不得在社媒发送威胁讯息 这个月14号 乔治亚洲以41项刑事罪名 指控19人试图推翻乔治亚洲 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当中包括特朗普 所有被告被都面对敲诈勒索罪 特朗普则面对13项刑事罪 面对指控 特朗普一贯强调 这是政治迫害 是为了阻止他竞选总统 确认的事情 如何能 primary 特朗普刑事罪 小acie凭